悲惨美少女 男友竟对她做这种事 照片中看起来甜蜜 女子做梦也没想到 当时的男友不但背叛自己 还伙同他人 对自己施加霸凌 这名19岁的美国恶害俄州女子 平安夜被非裔男友载到一个停车场 有6名女子在场埋伏 一涌而上 她大为惊慌 男友把她拉出车子 6名女子对她拳打脚踢 还拍下影片 多次拉她的头猛撞车子 甚至还强行剃掉她的头发 在她前额血上 我被打屁屁 全体签名留念 最后根本不管她死活 还拿走她的钱包和手机 事后还把霸凌影片放上网 让受害者身心受创 差点群短 我并不愿意死 我并不愿意死我 我并不愿意死我 实际上 目前警方已经逮捕她的前男友 和一名涉案女子 正在追捕其他五名涉案女子 动新闻总和报导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导致 余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